今年继续接待台湾搭桥生在休斯顿生活起居的美南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在八位青年回台前,于休斯顿桥教中心举行了一场温馨餐许 出席的校友先后分享了一段自己在美奋斗的经历 叮咛搭桥青年维系这一趟在美建立不易的宝贵友谊 能够跟他们做一个交流 然后留下一些资讯对你们未来啊 不管说你在台湾也好,或者是以后有机会到美国来 也并非说要到休斯顿,至少到美国来 你们会有一个机会,能够必须要搭桥的话呢 就有一个机会,你们可以来跟他们请教 要杀老鼠的,很可怕 那就改行了,改行去练化工 所以就念了化工,用两年的时间把Under跟Gradure都念完 就达到一个Master化工 就在游公司工作,就一直做了三十几年 所以我那时候决定来学尹春艺书 但那个时候我就忽然知道,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那我先生就讲说,你去学电脑吧 天底下最简单的东西1加1等于2 我就说好吧,我就去念电脑了 希望你们珍惜这个友谊,在这边的友谊 然后善用这个友谊 你会觉得这一次的trip来美国是非常有意义 出席的休斯顿侨教中心陈一方主任 副主任杨荣钦对这一次搭桥升 顺利完成在休斯顿的所有行程表示欣慰 同时也道出休斯顿具备良好基本盘的条件 休斯顿基本上乔务的盘是非常好的 我们做一个业务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看那个盘好不好 所谓盘好不好就是我们的乔包人数到达一个 很具有影响力的地位 所以我相信我把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处理完之后 我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一两年里面 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照顾你们 也非常感谢各位红白海我们大专校联所有的会员 那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project 非常的开心 这次八位搭桥升在休斯顿进行了一周参访行程 对当地侨胞成功的经验及过程 或多或少在心中已起了不同程度的化学作用 不但开阔了大家的眼界 更多的是给了大家一个信念 多去尝试新的食物 而不要害怕失败 唯有在不断经历挫败后 才能培养出挫而不败的坚韧毅力 为自己开创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在这个礼拜当中的体会 会让我有不一样的感想 就是因为其实在跟很多人聊过天之后 发现他们就是觉得我们年轻人就应该去闯 那其实跟在台湾的大家的想法又不一样 大家就想说我就是固定可能我什么科系 然后我毕业就做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有那个想要踏出舒适圈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来这边之后 这边的人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可以勇敢去闯 然后不要怕失败 因为失败也是一种学习经验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 那一开始还没来到美国前 其实很多思想都是比较保守的 例如说我今天该做这个吗 还有说我今天走这一步 我走这一步的话是不是按照家人讲的还是长辈讲的 但其实来到美国以后啊 尤其是听到很多那些杰出的华侨们 他们的经验分享 以及他们在这一场当的故事以后 会发现其实他们就是勇敢去做 就回去之后呢会对于自己的经验方面呢 也会有更加的进一步的了解 你在未来的像是带人处事 以及做事的态度方面呢 自己也会能够更加进步以及成熟 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是因为和很多侨胞 很多台商交流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看到 他们在转换跑道的过程中 他们是非常的有毅力有决心 在完成他们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影响非常大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缺少那么一份坚持 但是我觉得听到他们的经验之后 我们回去真的会 就是会再鼓励自己更坚持一点 然后也会鼓励自己多尝试一点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 除了跟华侨有更多的接触之外 也让我更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在大学在面临大三的阶段 除了实习也还在探索自己未来的职业 想要什么 所以我这次的计划 我想要更增进自己的知识 进而来以后可以来美国留学 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舅舅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以后不要去国外读书啊 你研究所想好了没啊 要去哪个国家读啊 可是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压力的 那今年三月我参加了一个新加坡的比赛 我才正视到我自己的实力是多么不足 然后想要进步更加进步 所以我开始决定想要到国外读书 但我的个性还是比较内向比较害怕 所以这一次我以海蛙打准计划 来当做一个先锋 我来看看美国这个大学的各个大学 这边的社会这边的文化 经过这次的计划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 要积极进取的心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机会很多 但是你不去追 那这机会绝对不会是你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学到了积极向上的心态 那我本身其实原本是 想要直接毕业之后走进职业的生涯 但现在我的考虑呢会多一层 说不定会到美国来念书 因为这边会让你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刺激 那相信对未来是很大的帮助 也可以把这一股积极向上的心情 带入台湾的社会 让未来孩子们可以学习这样子的精神 我觉得这非常棒 北南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 连续数年 志愿接待大乔青年 哄妈一周不厌其烦的接送及朝夕相处 让当天最后的餐续中 现场充满着厘清依依的气氛 纵然千万个不舍 但终须一别 只要大乔生能在这一次的经历中 找到更明确的人生方向 也就能让出钱又出力的乔包企业 感到无比欣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